- 歡迎到5mmo.com並且輸入優惠碼NOX 結果想要5拍優惠喔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好今天歡迎來各位介紹一個最新的L大修改器 那今年的L大修改器其實跟去年可以有很大的不一樣 去年的這個L大修改器基本上都是屬於一個獨立作業 今年的L大修改器比較像是一個內籤式的一個修改器 那今天就可以各位稍微講一下安裝以及這個使用的方式吧 好首先我們先用這個我所提供的這個連結裡面去下載這個東西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三個東西給取出來 就是這三個東西 好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Steam上面找到我們這個NBA2K20 點一下右鍵 內容 本機檔案 瀏覽本機檔案 點下去之後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啟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這個NBA2K20所有的這個本機檔案 這些的話就是所謂的例如說更新檔案以及一些資料它在裡面 那我們這邊只要把這三個東西直接丟進去就可以了 我這邊這邊已經有使用過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放進去 好這樣子你的L大修改器就安裝完成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到遊戲裡面給各位看一下實際的效果吧 好那我們進到遊戲裡面的話我們就可以按下一個insert鍵 i n s e r t insert 應該是這樣唸吧 好我們就要按下這個鍵 沒錯你就可以看到它這個L大修改器 它就出現在這邊了 那還有幾個基本功能 它一開始預設會幫你把這個修改器給初始化 那包含這個接收隱藏的這個選項 主性上鍵110 就是所有動作 買GM模式的這個經驗66倍 MC的這個最高評價就是那個 A價那個評價 然後這些其他東西的話你們都可以去進行使用 那這邊娛樂性功能的話跟各位稍微講解一下 控制球員手感不能就是你不管怎麼爛頭 它的手感都不會變成涼了 那手感火熱無限的話就代表說你的載自能力可以無限開 操控球員獨立GS的話 它其實主要是用這一些單機模式 例如說是Microir裡面或者是MT的單機遊戲裡面 你可以去做這個使用 而它最主要就是例如說你本來是 例如說明人堂難度 可是你可以將你自己角色球員的能力值變成 一個星秀級別的或者是一個職業級別的 就是你投籃本身會特別好投 那種感覺 那這邊這個操作球員的這個加強勇動機這個徽章的話 代表說你的這個球員本身 它的這個體力消耗會變特別特別的慢 這個是用於這個情況下 那加強控制球員出手的速度的話 是代表說 一般來說我們要有徽章才能進行這個快速出手 那如果我們直接使用這個能力的話 它可以直接增到1.2倍 一般來說 快速出手指牌的話是1.1倍 那它可以直接把你增到1.2倍 然後操作球員加上死亡凝視效果的話 其實基本上死亡凝視就是這個中國翻譯 呃就是指我們的這個壓制王的意思 那這個意思代表說 只要你超多球員在旁邊 對手基本上很容易就把球丟失了 那關閉球員腳下的這個百分比的話 基本上就是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控球主將的一個指牌 的話你就可以開啟這個 我們球員自己的百分比 你就是可以看球場上面所有人的這個投籃的能力 那這個所謂的關閉這個百分比的話 就是指這個能力 那最後是這個球員投籃時機必中的話 代表說 它其實這個能力非常牛逼啊 你只要接近滿條的情況下 你一定會進 它基本上已經幫你調到一個 基本上快按滿的情況下 你只要按到最好的時機 而且這個時機其實蠻容易抓的 呃這個是一個非常OP的一個技能 這個東西你拿來刷MC的這個投籃命中率啊 或者說你來刷MT的這個 例如說這個東西拿來刷那個1000場的那個比賽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直接投7球三分球就直接結束了 呃你只要進行1000場 那個你就可以直接拿到那個Dominic Wagons這個就這個球員卡 其實這樣的一個方式的話其實是可以做的 呃但是我這邊還是不鼓勵作弊啦 因為我自己也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只是跟各位講L大修改系 他本身今年有新增這些功能 好那另外的話 球員的這個列表裡面的話 我們當然也可以去更動他所謂的這個能力值 例如說我這邊就來創造一個球員 沒錯這個就是我之前所做的這個Tog4這個球員啊 那這個球員面補的話 呃我之後會再做一支影片跟各位講 呃所有的隱藏面補以及新秀面補這個面部補丁的一個ID 那這次我之後的影片會做到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讀取當前這個球員 呃Tog4這邊你可以看到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在這個球員面補上面 輸入這個7886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變成這樣的一個面補 那例如說我這邊輸入這個419 然後我們再出去一次再進來 沒錯面補就會變成Tress Magrady的 那至於所有的面補的話 我們都可以去其他的網站去進行這個搜尋 例如說像3DM 或者是像遊俠的網站的話 我們就可以搜尋到這些ID 那至於其他的那些的話我可能 呃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再跟各位講一下這些面補的ID是什麼 那最後球員屬性方面的話 你們就可以自由去調整他球員本身的任何的屬性 例如說三分球它只有57.5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直接把它升到110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修改之後的話 直接三分球就變成99 那NBA2K的這個顯示裡面 它最多只會輸入到這個99 可是它事實上有所謂的 隱藏的一個屬性上限 它可以到110到這麼高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最好可以輸入到110 那這邊的話就是這個所有的內容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 新的L大修改期的所有的內容 那如果各位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別人在下方 訂閱我的鈕 別人在想像這樣 追蹤的觀眾們 追蹤的動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